每天早上,我一打开门就看到,门前堆满了山桃和野果,那是猴王在感谢我救他的。 现在,猴王带着他的猴子猴孙来看电视,我们怎么能驱赶他们呢? 然而,这些猴子太调皮了,他们挤在电视机前面站立着,不但挡住了大家的视线,还吱吱乱叫。 村民们开始对他们感到厌烦。 这些猴子再这样吵下去,我们要怎么看电视啊? 就是说,高大叔也太放纵这些猴子了。 对呀,所以我说应该要给他们一点教训,让他们害怕我们,这样他们就不敢捣乱了。 这时,高大叔走到猴王身边,低声说了几句。 猴王明白了高大叔的意思后,便开始对着自己的臣民吱吱叫了几声。 乱吵乱闹的猴子们,立刻安静了下来,全都靠拢在猴王的左右边,乖乖举举地坐了下来。 哇,还是高大叔厉害,让猴王来管这些猴子。 这招还真管用啊。 对呀,看来这些猴子还是蛮懂事的。 高伯伯,这些猴子真的很有灵性呢。 是啊,所以我说,他们都是听得懂人话的动物,我们千万不可以去伤害他们的。 好了,今天的电视就看到这里,大家快回家睡觉吧,明天再来继续看。 不是说,这些猴子都知道感恩吗? 怎么他们看完电视就直接跑掉,也不会来帮忙收拔凳? 天呀,这些猴子竟然回头来帮忙收拔凳耶。 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对呀,看来高大叔说得对,这些猴子是真的听得懂人话的。 自从那天起,这些猴子每次只要看完电视,就会帮高大伯收好场地上的板凳。 他们也因为电视和村子里的人越来越熟悉。 这一天晚上,大家看完电视后便各自回家睡觉去了。 啊,猴子?怎么回事? 你们这些调皮的家伙,不会是还想看电视吧? 三更半夜的,你们这些猴子到底想要做什么啊? 走开,你这只讨厌的猴子,你究竟要做什么? 猴王,你怎么跑来了?电视不是已经看完了吗? 啊,你是要我赶快离开这里? 大家快跟着猴子出来! 高伯伯,这些猴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们是想让我们跟着他们走。 我想他们这样做,一定有他们的道理。 我看这些猴子疯了,我们为什么要听他们的? 大家快跟着我来! 猴子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啊? 我看啊,他们是想看电视,所以才把我们都带来这里。 我就说,不该跟这些猴子来嘛,我好困哦,想回家睡觉了。 就在这个时候,大地突然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是地震,发生地震了。 整个村庄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啊? 原来这些猴子是专程下山来救我们的。 他们一定是感觉到了有危险,所以才会不顾一切的把我们拉出屋子。 是啊,这些猴子真是太有灵性了。 灵长类的猴子虽然很调皮,爱捣蛋。 但他们也是知恩、感恩的。 只要我们用真心诚意去对待他们, 他们也会用相同的情意来对待我们的。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最近成立了台湾燃灯功德会。 顾名思义,燃灯就是点灯。点什么灯? 菩提心灯。菩提心以大慈悲为由,以大愿为助,以大智慧为光。 所以透过燃灯功德会,我们去护持全世界的出家人,我们帮助那些贫穷的,甚至每个月好几次做便当述食的,送到他们家,再给他们佛法。 透过燃灯功德会,很多人了解了点灯的殊胜的意义,而把点灯变成一种慈悲的生活,去护持三宝,去利益更多的友情,去广结善缘。 愿大家多关心燃灯功德会。阿弥陀佛。 哈喽,大家好,请问你今天洗手了吗?我是姜坤俊医师,对抗病毒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落实其洗手,一般我们常见的洗手方式有肥皂、湿洗手跟酒精干洗手,一般我们会推荐肥皂、湿洗手,因为它可以彻底的洗净你手上的细菌跟病毒,又不会造成你的皮肤过敏哦,只有在你周围没有水的时候,我们才会建议你使用酒精干洗手,所以情况允许,还是请你使用肥皂、湿洗手。 会比酒精干洗手好,另外现在大家常常用赤裕酸水来消毒,在这边要告诉各位,赤裕酸水一般是作用在环境的清洁,桌面的擦拭,千万不要直接使用于人体哦,它可能会造成你有一些过敏,刺激皮肤的现象,希望大家能落实清洗手,平安度过这次武汉肺炎。 大家好,我是长坑大学呼吸治疗学系万国华教授,首先要提醒有呼吸道症状、慢性病,需要进出医疗院所的朋友,请务必佩戴医用口罩。 防疫期间,健康民众在通风环境或开放空间,且和他人说话的距离可以保持一公尺以上时,其实可以不需要佩戴口罩。 如果您觉得不放心,也可以考虑选用布口罩。 经过食药署调查发现,有些市售的布口罩也具有阻挡飞沫的效果,可以提供民众作为选择。 建议大家在挑选布口罩时,记住以下药诀,口罩至少要有三层结构,外层材质要致密,中间层是布织布材质,内层要柔软透气。 最后提醒大家,请将医用口罩留给有需要的人,健康民众可以依照自己所在的环境状况,选择不需要佩戴口罩,或是佩戴上述挑选药诀的布口罩。 请兔蒙尔蒙尔蒙尔蒙尖便挞出、薮外有颜色,或是佩戴上远色的颜色。 鱼灯片后,既听了声明珠海鸟。 鱼灯片后,我们十万可能有时, estate,操作小葱。 你也要虾译以利物类的钢筷扣用,需要一个要盏感,最容易增加工的帮助力。 早期经过来,如果您不会用灯犯饯,会需要宝捷备用的端状体。 下一站 长青路 下一站 长青路 有一些长辈啊 因为他们肢体轮缩比较厉害 又或者是说因为他长期卧床 所以其实他本身在使用轮椅的时候 就是要做特制轮椅了 所以何况如果说使用一般轿车的话 是更不容易移动的 夫子车它其实是专门为行动不便的人士 设计的一个设备 一旦有这样的一个设备的话 它的行动能够获得比较大的一个自由 转损 我会做到的 我会做的 用道一辈子 我会做一流 我会做一些 我会做的 我的 我会做的 我会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升降梯的时候就是要固定 一定是要固定 不固定的话随时都发生什么状况 我们都不清楚 所以那时候我们还要跟长辈叮咛一件事情 我们要上车 因为长辈他突然间的身高 其实他们会有恐惧感 所以我们在当下的时候 我们都要跟长辈稍微提醒一下 我们要上车了 他们就会有一点心理准备 再来就是进入室内的时候 因为进入室内的时候 我们要跟他系安全带的时候 其实他们会有抗拒 为什么 因为他们对绑的动作 其实会怕 所以我们当下的时候 我们会要跟他讲说 我们现在在坐车 为了安全我们要绑安全带 就是要事先提醒他说 我们现在要上车了 还是我们现在要下车 手脚就是要放好 不要怕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护康巴士 因为有升降台 而且有伸出的踏板 所以在操作的时候 人要注意保持距离 护康巴士主要承载 坐轮椅的长者 那我们在行径中 要避免紧急刹车 那在转弯的时候 要放慢速度 大部分的人 可能因为行动比较不方便 那如果说今天有福祉车的话 他可能可以去 比如说对外就医 或者是可以跟家人 一起出去旅游踏轻 第二个部分 他可以降低 上下车移位的一个风险 那再来最后一个 就是他可以提升 行车的一个安全性 因为刚刚我相信 你们有看到福祉车上面 其实他有一些 安全的一个扣夹 还有安全带 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在行车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担心有危险 感谢观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